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10号的下午台北地检署 首度提讯了柯文哲出庭 厘清案情 这也是柯文哲遭羁压六天之后 首度现身 历经大约三个半小时的停讯之后 柯文哲返回了台北看守所 过程当中没有接受媒体提问 而在稍早之前的9号 柯文哲委任律师发表声明 决定不提抗告 而在8号晚间 民众党第一场群众集会运动登场 强调民众党没有亏散 依然是要站稳第三势力 全场高呼 赖清德放人 柯主席回来 而蓝营友军也到场声援 关于最新的动态 以及后续的发展 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了 三位嘉宾参与话题讨论 分别是我们凤凰卫视特约记者 彭时廷 国民党前立委雷倩女士 和台湾时政评论员张有华先生 欢迎三位 首先先邀请大家看一看 我们全球主编 景梦京做的一个追踪报道 黑空远近囚服短裤加脱鞋 台湾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长 柯文哲10号首度接受 台北地检署提讯 提讯重点是要厘清案情 柯文哲是否违背法令 配合把京华城的容积率 提高到840% 以图力超过200亿台币 历经约三个半小时的停讯后 柯文哲再度上球车 返回台北看守所 检方上月底搜索柯文哲住处之后 查扣的帐门优盘等证据 经过比对关联 已经发现部分可以禁留 近日检方还将以污点证人 可减行为条件 从其他被告寻求突破 但蹊跷的是 有台湾媒体频频 以独家披露疑似侦掌扮内容 到的大众质疑 检方是否故意利用媒体带风向 柯文哲在上周被欺压之后 决定不向法院提出抗告 理由是不愿意让法院为难 但其中利弊早已经过 背后幕僚多次推演 有分析称 以京华城案同案在押 被告沈庆经等人抗告 均被驳回的情况来看 柯文哲抗告的成功率也较小 而若不抗告 还会塑造拒绝向司法 不公低头的形象 有迹可循 在柯文哲收押后 民众党就放出柯文哲 预入的影片 民众党筹划的晚会也陆续有来 誓言要让全台遍地开花 8号晚间 小嫂们走上街头 共同声援柯文哲 举程首场在台北的晚会 吸引了上万人参与 他受到迫害 我们是过来支持他 我有信心 我一定会跟着他一起奋战到底 再次的谢谢大家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 萧继森也献身力挺 呼吁在野生营药团结 共同对抗绿色恐怖政权 然而柯文哲被收押 民众党看似穷无首 但却有党内人士透露 党内明灭上是团结一心 案例里却是派系决力 黄石山看似被停权 却私下与柯文哲幕僚交换意见 党内同一时间 又不断有人点名推选 黄国昌为代理主席 双簧之争的苗头正日渐显出 具体康告 柯文哲是何考量 白银造势能积蓄多少能量 徐龙无首 白银何去何从 何苦耐劳 刚刚就是这几天所有动态的一个深度的报道 那接下来呢 我们想关于案件的细节 想请教的是我们台北特别记者彭时亭 时亭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两天你有哪些细节观察 是的 王峰 虽然可文者遭到挤押禁见 金华城案 检方也还在侦查 但是台湾的青蕴媒体 每天却可以不断爆出案件的最新发展 也被外界嘲讽说所谓的侦查不公开 媒体全公开 我们知道在台北地方法院 采定将柯文哲积压禁见的时候 是认为他有徒利的罪嫌 但是却找不到收贿的异常金流 所以检方现在征办的重点就是追查金流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检方在柯文哲住处找到写着小省1500的档案 这个档案的时间点 与台北市政府核发建案给金华城相近 怀疑柯文哲不只是徒利 如果指的是1500万 有可能是触犯违背职务收贵罪 其实台湾高等法院就认为 柯文哲身为台北市长 却受理金华城的诚情 就像是瓜田不纳履 理下不整官一样 机会在自己的U牌内如此记载 难以认定柯文哲是毫无关联的 所以这个档案就成为后续柯文哲 遭到台北地方法院积压的一大关键 而检方认定柯文哲收贵的原因 也在于这个档案记载的格式 并非流水仗势的形势力 从前后内容可以明显看得出来 是柯文哲记录他完成重要的大事 所以这个档案会不会成为 柯文哲收贵的关键证据 就要看检方的后续追查 另外这个案件的关键被告 也就是涉嫌行贿的 魏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他已经78岁 一度身体是出现状况 窃户就医 他涉及的违背职务行贿罪 是属于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只要供出实情 就很有可能获得减刑 检方现在就是要策动他 转为污点证人 这会不会导致 魏京这个金华城案的弊案 出现新的突破口 我们也会随时带大家来关注 王峰 好 谢谢时庭 回答演播室 我想请教的是雷谦女士 时间过得非常快 六天时间过去了 柯文哲再度现身 从他的神情 从他的状态 你有哪些观察 另外检方这次的一些 提训的重点该是什么 有没有可能会去 真正找到污点证人 能去对案情 有进一步的推进 我先说明一下 积压境界是一个非常 艰苦的一个过程 因为他在的地方 是一个极为小的积压室 通常是2.1平 平平的可以三个男人平躺 这么小一个地方 非常小的窗子 24小时的灯 所以他在这中间的六天 是非常非常艰困的一个状况 通常我们在台湾 平常是说有无罪推定的原则 但是检方在办重大案子的时候 时常用两个工具 一个就是用检调用媒体放话 先做媒体审判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1.1的这些细节 另外一个它就是让当事人被积压境界 以便压人取贡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过去的六天 事实上也泄露出了1.1的 没有办法被确认的一些证据 但是已经造成了一个舆论的风向 另外就是就压人取贡这个部分 我认为是他们这次放弃抗告的 非常重要的原则和原因 因为通常在我们积压的时候 检调可以先压你两个月 然后再压两个月 过程中间它甚至可以完全不借题 用还有证据 或者是还有证人未到案的方式 继续让你在一个非常艰困的状况 以达成压人取贡的目的 这个是我在2000年自己家人亲身经历过的 所以现在他们说他放弃抗告 也就是说希望你在两个月之内 能够该查的证据快查 该约的证人或该调查的证人或被告就快掉 那么就是希望能够缩短 他被两个月再两个月积压的时间 那所以您觉得台湾这个检方 就是他的速度还是够快的是吗 就是说是基本上是想尽早结束这个案件 他现在是有一个时间压力了 因为他既然不抗告 那么在两个月之内 你把他积压起来的原因 通常我们叫做逃亡串政 淹灭证据 那淹灭证据当然比较容易理解 但是串政呢 有的时候他就会用有其他共犯未到案 或者是说其他共犯未调查的理由 继续的压你 那么就会有更长的积压时间 现在既然说他放弃抗告 那么检调就是在两个月之内 至少你要把现在已经巩固的 已经有的证据巩固 现在已经确定的 放在引号里面的共犯或者证人呢 必须要约寻调查 并且就本人 案主本人 也需要去做各式的借题 所以他们现在的动作 就会比平常的案子更快很多 好 谢谢林女士 我想再请教一下张有华先生 竟然是这两天我们看到 除了说提训 柯文哲之外 其实还有几位当事人也被提训 每个人重点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你怎么来看 这样子说好了 柯文哲这次他被羁押 其实跟勾钻灭阵 逃亡 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而是他羁押的理由是重罪羁押 那重罪羁押就是至少要五年以上的刑期 所以现在北险他运用的方式 就是以重罪羁押的方式 那这种重罪羁押的方式就分成两个 一个是独立 一个是收费 如果独立罪可以巩固的话 那柯文哲至少可以压四个月 如果收费罪也能巩固的话 那可能再延压三个月 那时间不在柯文哲这边 这个是第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重点 我们可以完全的看得出来 现在检方的重点是在于 柯文哲的独立部分 无论是邓金金 无论是彭正生 再加上今天传的专案秘书 这三个人都是负责金华城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现在先把独立罪巩固以后 他第二个步骤 就会问沈庆青跟彭正生 甚至于殷小薇他们 你到底有没有收费 这个是第二个重点 那第三个重点 就是柯文哲不抗告 柯文哲抗告那也没有用 他认为是浪费时间 除了让他们再修路 那柯文哲的诉讼策略 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无保请回 一个你就有种 你就压我 所以从这两 这三项我们做一个论断 他不做抗告 是有他的政治操作的成分在内 王峰 您觉得是有政治操作成分在内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雷倩女士 您觉得他之所以 柯文哲的律师说不抗告 您觉得是一种聪明之举 想去调动民众党支持者 打一个悲情牌 还是说他明知 自己可能即使提出抗告 也无果 依照您在2000年 您家人的一些遭遇 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举动 通常一般的小老百姓的话 抗告是没有用的 但是柯文哲他们现在 恐怕他的完整的策略 是既要保柯文哲的人设 又要保民众党的未来前途 所以一个关在里面 不能讲话的柯文哲 对于民众党来讲 其实是一个比较有利的 因为我们过去看到 无论是柯文哲 或者是陈佩吉所讲的话 很快就会立刻的造成 一波又一波的媒体事件 那么如果柯文哲跟陈佩吉不讲话 那么其他的人 就会有发言的空间 对于维护未来的民众党 可能是一个比较有利的策略 但是回头来说 羁押现在叫做起诉前的羁押 我们既然是无罪推定 假如都还没有证据 确凿到可以起诉 就直接为了保全证据 它叫做非与羁家 非与羁押显难进行追诉审判或执行 那么起诉前的羁押 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的手段 但是台湾现在的检调 时常把起诉前的羁押 或者是羁押禁件 变成一个正常的 他们时常使用的办案手段 对于整个司法公益 是有很大灼伤 也因此给了司法公益的 这一个呼声的正当性 好 我想再请教一下张先生 张先生 其实刚刚我看到 林女士谈到了这个证据的事情 我们知道这两天其实台湾媒体也爆出了很多所谓的证据 就是在柯文哲家中所检出的U盘 有一些可疑金流 1500 后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单位 是万还是远 我们都不清楚 就是截至目前 有没有一些比较有利的证据 对于检方来说 对于检方来说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发现了 沈静京为了精华承赖 他的公关费用高达4亿3000多万 那这份名单非常完整的 在10月9号就已经出来了 但是你可以凭借这一份名单 但是名单上面有没有柯文哲 现在是北检他查询的重点 那第二个 那为什么要回到彭正生 他现在是在查彭正生的金流 他对柯文哲的金流 他未必可以百分之百的掌握 但是对于彭正生 他已经可以掌握 毕竟彭正生 他是一个技术官僚 所以他那个钱放在银行 他这个金流的进出 检方是查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他们希望从彭正生 这个地方作为一个突破口 因为好 你有收费必有行贿 那行贿的两个关键证人 到现在没有问许 有 其实问过了 其实他们是到北检问讯 其实问了吴顺明 也问了那个应小威 那这两个人有没有讲 我们现在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1500 跟沈庆经给应小威的4740万里面 的确是有一笔1500万流向不明 那流向不明 是不是跟柯文哲有关 这个就是检方 他必须他要提出证据 那其次我们可以说 现在检方他在办案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 这里面那我可以告诉雷倩女士 我可以告诉雷倩女士的那是什么 应该雷倩女士当时知道的非常清楚 检方也有透露信息交给我们 他第一个就是彻翼攻击 第二个检方放媒体公审 媒体公审完了就是检方出手 这个就是说他们一贯的操作模式都是这样 因为当年雷倩女士的父亲我也认识 他们也稍微跟我讲了一下 他的金流如何如何 但是到了最后还是查不出来 他只是说他们的怀疑 他们的怀疑先把这个讯息丢了出来 大家讨论了以后 对当事人进行的是什么叫心理压力 因为律师一定会告诉他 外面怎么讲你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北检的出手是非常的很大 好 谢谢 谢谢张先生 我再回到雷倩女士 刚刚其实我看到张先生也是谈到了一些 关于检调的一些手法 就是媒体的公审 您也是当时的一个经历者 您在看今天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 对于柯文哲事件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 对 2000年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绿色恐怖的第一个受害家庭 当时就是正如张有华先生讲的 每一个礼拜不断地在头版头条 会有大的新闻 大的泄露 可是事实上最后的12年中间我们在法院 用超过400件的证据一一爬梳的回头去看2000年的东西 绝大多数都是不实的信息 而且他的金额都是不正确的 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我常常说我不是柯文哲的朋友 我对案情也一无所知 但是我知道检调在出手的时候 他是具有发动权 因此他会用司法的发动权 用媒体的发动权先营造一个气氛 那在这个气氛之下有利于他们办案 因此我写过一个短短的点书 我说司法公益是正义的 司法是正义的防线 也承载了人民对于公益的渴望 但是只要没有程序正义 就没有司法公益 期待所有的检察官 能够有一种不忘初心宅间发福的精神 同时他们也要有误网误纵的自我期许 好 谢谢林女士 那面对目前的情况 柯文哲除了说依靠自己的民众党之外 还有一个依靠那就是国民党 我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 我们台北记者彭时亭 他就说现在来看国民党 在民众党事件当中发生的一些作用 其实目前有哪些是有效的 柯文哲虽然遭到羁押 检方也还没有起诉 但是外界依旧高度关注案件的发展 国民党中央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 一直都是误网误纵 有证据办到底 没有证据也不可以裸置罪名 入人于罪 认为法官不应该预设立场办案 在还没有明确证据之下 也不该未审嫌判 以政治现实来讲 国民党在立法院是脆弱的多数 没有民众党的巴西立委 在演习次无法过半 同样的民众党如果没有与国民党合作 巴西立委也发挥不了任何的作用 因此双方在立法院持续合作 是彼此都有的共识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国民党比较尴尬的一点就是 民众党现在是铁了心和柯文哲绑在一起 亦容俱容亦损俱损 也就是柯文哲如果过关的话 民众党重新再起 柯文哲若过不了关 民众党就会一败土地 民众党这个成立才满五年的小党 现在是全党体艺人 即使柯文哲被收押境界 也不会对他做出任何党纪的处分 就是等着柯文哲回家 其实这对民众党来说呢 也是一场政治豪赌 也是艺人政党的结构之下 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不过赌赢了可以重新壮大 只不过赌输了很有可能就是自毁长城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国民党提的所谓的蓝白合作 就只限于立法院 对于民众党举办的街头宣讲活动 国民党现任的高层没有一个人参与 因为柯文哲确实是被司法过分的对待 但是柯文哲是否百分之百的清白 蓝营里面没有人有任何的把握 所以最多只能够呼吁司法要公正办案 并且静观检方的调查 等到案件逐渐厘清之后 才决定蓝营自己的下一步 王峰 好 谢谢视听带来的观察 我们休息片刻稍后继续来探讨 有会儿见 欢迎回来 刚刚我们莫几位嘉宾的讲述 已经是看到了 柯文哲在被羁押六天之后 首度被提训 而且看到了台湾检调部门 是利用媒体公审的方式 先为事件做各种的铺垫 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教我们 在台北现场的两位嘉宾 雷倩女士 就是说您刚刚谈到 说此刻对于当事人来说 比如说对于柯文哲和他的妻子来说 如果保持沉默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但是我们看到 柯文哲的妻子 日前是现身了民众党大会的一个 相关的群众活动 并且是声泪俱下 那对于他的表现您怎么来看 对于这个案件是这种推进 还是说会有一个反作用 家属当然是要表达态度跟立场 所以陈佩奇现身大会是非常正常的 不过我认为他这次 最近几次的发言中间 就是有帮助也有反作用的地方 所以可能在以民众党的角度来说 尽量让他作为一个家属 而让其他人更有策略或者是司法经验的人 去代表发言 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应该是亲情之外的一些 就是关于司法的这种 可能更有公信的一些 那我想请教的是张先生 郑华先生 您觉得民众党这种大规模的 发动小草来进行集会 发出声音 这种方式有没有用 因为我看到台湾的一个民调显示 说好像50%的人认为是没有用的 您怎么来看 还是有点用处 毕竟你有这个抗议以后 检掉才有消息出来 这个他要回应你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说无论民众党 应该要针对司法程序正义这个部分 因为你不针对司法程序正义这个部分 去痛打北检的话 北检只会更嚣张 那第三个我们就必须要理解到 你的家属是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你家属一定要出来讲 你自己受到的委屈 但是不宜谈案情谈太多 那至于民众党 我就是已经跟民众党不知道讲过多少次 你要严正的表达你们的政党的立场 就是说这个中间你们要拿捏得非常的清楚 北检不公不义的做法 你要一个一个点出来 但是不要去牵连太多 所以我们现在看民众党又谈什么新竹马洁业 那我认为不必就是专门谈柯文哲 彭森森 沈庆金等这些受刑人的处境就可以了 你会得到一定民众的支持 好 谢谢张先生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想交给黎倩女士 我们知道一般都是在野党在监督执政党 但现在我们看到在台湾好像是一个执政党 在对于在野党有一些行动 对于这样的政治生态你怎么来看 我认为在赖清德的开头的100天 他首先处理了他党内的政治对手 接着他处理了下一次选举 或下下次的选举中间的政党对手 看起来在台湾真的就是腥风血雨 那么赖清德能够给台湾的老百姓 带来怎么样的未来跟前途 其实不光是大家看检调 他们也在看赖清德的风向 好 谢谢 谢谢林女士 也谢谢张先生才用我们的话题讨论 截至目前我们节目播出时间 我们来看一看Google News上热搜当中 有哪些是关注了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 我们下来看一看中国内地媒体 热搜第一位的关注的是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讲话 那第二位的是14届全国人的常委会 第11次会议举行 第三位是台风摩羯 在越南造成65人死亡 那中国台湾媒体热搜第一位的是 关注柯文哲遭羁押之后首度提讯 双手上铐短裤脱鞋 也陷深北减 那第二位的是两个热带低压 是接连发力 那11号可能会增加回台风 那第三位的是民众党立法院党团的主席 主任就是发文 说好像在新竹的一家儿童医院 他的一个容积率 非常像京华城容积率相引发的争议 而中国香港媒体热搜榜 第一位是柯文哲被羁押之后的首次提讯 第二位则是哈里斯指 那特朗普在辩论当中可能会谎话连篇 那第三位是日本的自民党的相关 这个总裁竞选当中 小泉季次郎表现不错 好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全球连线 我是王峰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